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今天用鸡蛋和面粉给大家分享营养美味的早餐 手不用粘面,几分钟就能做出一家人的早餐 简单快速,营养又好吃 首先,准备一把上海青放入大碗中 加入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上海青呢,也叫做小油菜 我们这里的土话叫瓢根菜 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平时我们都可以多吃一些 洗净后,放到菜板上,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金针菇 同样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根火腿肠 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头大蒜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准备一把小葱 葱叶和葱白分开切 先把葱白切碎 再把葱叶切成葱花 把葱白放入蒜片的盘中 葱叶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准备两个西红柿 先把它切成两半 再把它改刀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另准备一个碗 打入三勺面粉 加一勺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先用筷子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打入两个鸡蛋 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面须状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继续搅拌均匀 把它搅拌均匀 把它搅拌成这种没有面疙瘩的面糊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锅中倒入少许油 晃动油 把油烧热 油热后 倒入葱蒜片 翻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后 把西红柿倒进去 继续翻炒均匀 加半勺盐 继续翻炒出西红柿汁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烧开 准备一个碗 打入一个鸡蛋 把它搅散备用 烧开后 把金针菇倒进去 火腿肠也倒进去 翻拌一下 烧至微开 准备一个大一点的漏勺 把面糊倒入漏勺中 用铲子按压 使面糊变成小疙瘩 落入汤中 全部按压下去之后 用铲子翻动 防止粘连在一起 这样做的面疙瘩 柔软劲道 非常的好吃 看着就很有食欲 然后把上海青加进去 翻拌均匀 上海青比较鲜嫩 煮的时间不易太长 然后加一勺生抽调味 搅拌均匀 再把鸡蛋液慢慢地倒进去 继续翻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舀出来 装入碗中 撒上葱花蒸香 像这样非常好吃的面疙瘩汤就做好了 早餐这样吃营养又健康 省时省力 几分钟就能搞定一家人的早餐 几种蔬菜搭配在一起 营养均衡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吧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